哈喽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我们现在是在 Forcewagon 的一个活动上面 然后原厂没有通知 我们就带了这辆车给我们看 一个是 Golf 一个是 Golf GTI 两款车都是本地生产 所以现在我就以这一个方式 带大家快快速的去看一下这辆车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啊嘞 GTI OK 我们从它的车尾看起 车尾是我这次最喜欢听一代 Golf 的最大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围灯组 采用的这个 3D 的 LED 光调 而且非常的方正 看起来真的是很有这个边识度 然后因为这个是 GTI 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 GTI 的名牌 然后在下方采用的是双边 然后每一边是单出的排气管 排气声浪很好听 我开有 Start 的 Engine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风很大 所以收音可能听不清楚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临时的影片 再看回车头的话 这个全新的 LED 头灯组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它内建的这个灯组拥有这个智慧的功能 而且我发现这几年 Force Wagon 在 LED 头灯组上面的 Design 越来越有 Audi 的感觉 很前卫很好看 然后因为它是 GTI 的版本 这个水箱护照这边有一个红色的线条 然后还有这个 GTI 的这个 Logo 凸显 它是这个运动氛围 不过如果是亮亮车的前保险杆 也就是普通版的这个 Golf R-Line 还有这个 GTI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 因为其实 R-Line 也是一个运动版 然后这个 GTI 也是运动版 所以外观设计的运动范围 两者都是差不多 不过红色还是比较热血的 至于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就是普通版的 Golf R-Line 你可以看到这边写着一个 R 然后它的水箱护照是黑色的 再借此来凸显它跟 GTI 车型的不一样 但是两个版本都是会有这个很帅气的偷灯竹 还有这个 Golf R-Line 有一个惊喜 我觉得对一些消费者来讲是惊喜啦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 因为以前普通版的 Golf 采用的是 1.4L 的 TSI 引擎 然后搭配7速的 TQ 200 干式离合器变速箱 可是这一次的 Golf R-Line 它采用的是 1.4L 的引擎 最大马力是 150PS 峰值扭律 250Nm 可是匹配的变速箱是 i-SYN 提供的 8速自排变速箱 不仅挡速多 而且大家应该也会 少了一些这种 DSG 很容易坏的这个疑虑 8速的自排变速箱 然后它的里面也很好看 我们下去去看一看 Go OK啦 接下来我们就启动一下这个引擎 引擎的启动间在这边 按下去 GTI 的声浪 然后红色的数位化仪表 就让你先知道它非常的热血 然后它的这个鱼刷灯竹的开关都在这边 是触控式的 这一点科技感的提升是很大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方向盘 新式的 Forceway 跟方向盘 下面还有这个 GTI 的名字 然后它的排档杆不再是采用那个传统的排档杆 而是这种电子排档杆 而且很小很迷你很可爱 不过使用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设定 然后 GTI 版本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无线手机的充电机座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一个触屏主机啦 它的反应会有一点点慢 因为我刚才开机开了蛮久 然后现在才刚刚开出来 可是这样的悬浮式设计会让我觉得 嗯 这一次 Forceway 跟终于有点心意了 然后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感 它的这个座椅的设计 也是采用了比较赛车衣的感觉 然后它是多种颜色 有红色有这个白色然后有灰色搭配 不再是纯黑 然后你可以看是透气皮 而且很软 植物空间表现方面也是非常的出色 这边有植物空间然后这边也有植物空间 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重点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次FW的这个硕士 哇 是不是很好看呢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目前观察到这台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先进安全配备的 不过作为性能车安全配备是不是真的重要呢 你们只能看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打开这个引擎之后它基本上就是蓝色的色调 然后它跟红色的比较不一样 比较没有那么热血但是多了一些优雅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内装的布局 基本上跟着一个直线的车款是一样的 然后甚至连它的座椅都很类似 但是它比较采用的是一个 它比较挤皮Alcantara的感觉 然后这边旁边有一点皮革的包袱 剩下的细节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这款车也是没有所谓的先进安全配备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尾座的空间表现 接下来这个就是后座的空间表现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先背车的关系 如果它的 这样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我坐下去的话 头顶还有差不多一个拳头的空间 然后我的脚部空间也很OK 这个是我觉得蛮surprise的地方 然后它还有一点马来西亚 消费者很喜欢的就是这一个 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看我的这个坐姿 我的手指有点顶到 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看得到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如果以一台C Segment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Gov GTI的引擎 如果我们根据国外的数据的话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大概是241PS 风质扭力是370纽顿米 匹配的是7速的DQ380 14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加速表现应该会很犀利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本地版本的输出是多少 因为根据之前的这个传统呢 Forcewagen 可能会因为本地汽油的关系 把这个引擎的输出进行一些down tune 这个就要等待官方公布 因为我刚才问了他很多次 他怎样都不要跟我讲两辆车的详情 所以我们只可以以我们知道的详情 来为大家做这个简短的新车介绍 OK啦 我们的这个大概的新车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未来新车有机会拿出来 一定会借出来给大家看看 不要忘记follow我们的频道哦